來關心 曾經和李敖搭檔 在兩千年參選正副總統的前新黨 立委馮滬祥 二十五號晚間 因為癌症病逝 享受七十三歲 他生前曾經擔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和國大代表等要職 但二零零四年也曾經因為性侵 菲律賓籍女看護 遭到判刑 新黨主席吳成典在臉書發文緬懷 指出馮滬祥是新黨員 是兩岸交流先行者 新黨記者會上互相打氣 兩千年李敖和前新黨立委 馮滬祥搭檔參選中華民國 第十任總統副總統 場面盛大又熱鬧 當時馮滬祥提出支持原住民 鎮民的政見 讓各族群 都能認識自己家鄉的文化 尊重大家圓滿精神 不要通通被汗化 馮滬祥過去曾任已故總統獎金國秘書 行政院顧問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國大代表等要職 近日因為發現癌症復發擴散 二十五號病逝享受七十三歲 他曾在一九八四年被蓬萊島雜誌 指控自己的論文是以翻譯代替著作 時任蓬萊島雜誌社長的陳水扁 遭馮滬祥一狀購上法院入獄服刑八個月 而近年馮滬祥遭到外界關注的爭議 就是二零零四年曾因性侵 菲律賓籍女看護遭判刑三年四個月 並在二零一六年入肩服刑 新黨主席吳辰典在臉書發文緬懷 指出馮滬祥是新黨員 是兩岸交流先行者 記者諷志無奇稱 綜合報導